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讲究自然天成, 巧妙地把大自然的美景融合在人造的园林中。 在布局上往往含蓄、变化、曲折, 讲究景中有景,一步一景。 并且园林和诗画艺术融于一体, 形成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。 中国的古典园林大致可以分为 北方皇家园林和南方私家园林两类。 北方皇家园林往往利用真山真水, 并且集中了各地建筑的精华, 保存到现在的著名皇家园林有 北京颐和园、北海公园、成德避暑山庄等。 南方的私家园林大多建在 苏州、南京、杭州和扬州一带, 如苏州的桌正园、流园、 无锡的季畅园等。 私家园林一般面积不大, 园中有山有水,景物多变, 自然而宁静。